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拜登4月14日表示 他正在与他的团队研究 决定是否派遣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对乌克兰进行访问 如若成行将展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可能人选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 不过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均没有在短时间内访问乌克兰的计划 美国FDA4月14日发布一项紧急使用授权 首次批准使用被采样者的呼出气体检测新冠病毒 可在三分钟内提供检测结果 此款检测仪可准确识别91.2%的阳性标本和99.3%的阴性阳本 另一项针对奥米克兰病毒的研究也得到类似数据 但是通过检测呼出气体得出的阳性结果 应经过分子检测确认 这种检测方法的样本采集和分析可在同一环境进行 例如医院和其他移动检测场所 该检测要在各州法律许可或授权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监督下 由具备相关资质并接受过训练的人员实施 加州政府4月14日宣布 加州将坚持为学童接种新冠疫苗 但至少要到2023年夏天才会实现 去年加州成为了第一个宣布将要求所有学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州 加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马克加利博士说 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FDA的最终批准 并且认识到了学校和学校领导在执行疫苗任务方面将面临的挑战 基于这两点 我们不打算在本学年对学校提出疫苗要求 基于这两点 我们不打算在本学年对学校提出疫苗要求 而且实施这一要求的时间不会早于2023年7月 虽然加州近75%的人口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但17岁及以下儿童的接种率却低得多 加州政府的数据显示 只有不到34%的5-11岁儿童接种了新冠疫苗 而12-17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仅略高于66.4% 4月15日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表示 热带风暴年余已造成菲律宾137人死亡 另有28人失踪 8人受伤 168万9,436人受灾 21万8,310人被疏散到避难中心 受年余影响已有15座城市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目前地方政府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、民房部门等机构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2年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从款准备金率0.25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5%从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 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从款准备金率高于5%的农商行 在下调从款准备金率0.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.25个百分点 本次下调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从款准备金率为8.1% 此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